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我们统真 统族 统文化 可是陆平的孩子在台湾的地位和待遇 却远不如外面的孩子 这是严重的政策歧视和陆平的对待 那比如说像外面这样 因为他们要等人家的好久 那就是说移民署这边有没有 就是说希望也可以上内政府反应一些什么 对我们会在收集各界的声音 那当然会适时的去做一个反应 那反应的时候其实修法是要各界要全面有共识 那当然是基于两岸的特殊的一个情势 所以他们来台要居留跟定居 完全都是要依照两岸条例跟两岸条例授权的执法 所以就是说当初立法的时候它是考量什么 特殊的两岸情势 是说担心说他们一下子来太多 会影响这边的排挤这边的就学 当然考量的面向是有很多类的 对 譬如说什么 譬如说什么 我刚刚就说这是很特殊的两岸的情势 那当然会考量到就是说 那个两岸之间的彼此的一个关系 还有那个彼此的人数 还有台湾的整个的一个 资源配置的一个情况 对